早安,歡迎收看耀材財經台 來到開市感浪的時間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來自耀材證券日市務總監郭氏一哲先生 郭Sir,早安 跟大家跟進上星期的環球指數 以及美股方面的收市表現 美國那邊因為上星期五公佈的非農就業數據 差過預期只有96,000 遠少於市場預期的12萬 但見到道指方面期望會有QEV的推出 見到升了14點 收倍在13,306點 而標準普爾500指數升了5點 收倍在1,437點 而立室達克指數升不夠1點 收倍在3,136點 而美國方面的月賀證券價格可以看看 匯豐方面比起本港收市 高出1.53% 而中石化高出0.01% 而中聯通升了0.64% 而中石油方面要跌0.24% 看中烤油方面 見到比本港收市高了0.53% 而中移動高了0.25% 而中國略業升了2.27% 而中國人壽升了超過1% 看歐洲方面 富士100指數升了17點 收倍在5,794點 至於法蘭克福dex指數升了47點 7214點 而巴黎克指數升了9點 收倍在3,519點 看油方面 看到紐約旗油升了89美 收倍在96.42美元 至於倫敦布蘭特旗油每桶收倍在114.25美元 升了76美 看金方面 紐約旗金升了34.9美元 收倍在1740.5美元 我們看到外圍方面 美國方面 因為飛龍責任指數 數據比較差 比預期 大家都會期望 接下來QAV就會推出 至於市場同事 憧憬內地 將會加快和加大力度提振經濟 廣告方面 上個星期五成交大了 現在秋星上來 今個星期又會怎樣預期呢 郭Sir 我們先看看美股的走勢 事實上環球的氣氛明顯改善了 過去因為歐債的危機 帶來的疑惑和憂慮 令到龐大的資金流都拍在美債那邊 看看美國的經濟實情 是早已走出最壞的一刻 不過來到現在這個環節 仍然有少少令到一般人 覺得比較失望 始終是失業人和樓價 失業人數仍然還是高期 一千多萬人失業 暫時來說 經濟向好的步伐沒有變 不過是慢 至於樓價更加不用說 持續還是疲弱 美國的經濟 其實一年的GDP 是14萬億美金 是天文數字 有七成甚至乎接近75% 是來自內部消費 沒有消費 經濟一定是不能增長 如果你說樓市升溫 財富效應大動之下 當然可以助長消費 看看這一次 美股由金融海嘯之前 之後的6469點 升到今年5月1日的高位 去到13339 足足升了一個雙倍 當然有一定的財富效應 但如果你說樓價能夠有少少回暖 效益就更加大了 我自己覺得龐大的資金流 因為歐債問題漸漸釋除 所以在資金帶動之下 股市會進一步向上退 傳統經驗告訴我們 股市的上升一定由經濟帶動 指望三個月後 六個月後經濟好 股市現在就先升 一定是走在經濟前頭 但現在這一分鐘 未必經濟會明顯向好 但股票一樣可以升得比較急 因為市場充塞著不少對沖活動 如果在吳明朗當中 很可能還有投機性淡倉 我們叫沽空行動 但一旦大市出現一個技術上的突破 這些沽空行動是需要回補的 還有一件事 最重要的是什麼 2012年到現在為止 剩下的時間只有15個星期 真的不是太多 如果你說有部分大型的基金 或者這些基金 過去因為投資方面比較保守 把大部分的資金拍到美債那邊 現在這一分鐘他們就會比較著緊 因為如果你去到季尾或者年底的年結 如果你的基金是跑輸大市的話 基金經理是很難交代的 在形勢被人強之下 我相信他們都會盡量去追隨 所以造就了美股的走勢 是越升越有的 大家看看圖 這個升浪是由104804點開始的 去到5月1日的13339 10月4日當然是去年 升了2935點 這屬於一個中期技術上的正常調整 去到6月4日的1200035點已經止暴了 由這一刻開始 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度上升形態 這條短期的上升軌 一直保持得相當良好的 如果我們拿13339和8月21日的高位13330 連線就形成一個上升三個形態 現在去到這一刻 已經正在試頂了 其實1、2、3、4、5、6 在13330的水平有一定的技術上的阻力 但一旦攻破了的話 美股將會創了金融海嘯之後的新高 其實現在這一刻 資金的流動性 是我做這麼多年股市 從來未見過 做這麼多年股票從來未見過 換句話來說 整個由資金滾動 或是資金帶動的聲勢 將會越來越明顯 如果美國政府或聯儲局 在這一分鐘再推出QE3 所以風頭就更加厲害 我自己覺得最重要都是歐債 由於歐債過去不斷升溫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 在8月下跌了3940點 我講恆生指數 9月下跌了3976點 連10月初兩個交易天都跌109點 這樣的跌勢連綿不絕地跌 你猜你是省湖伏伏伏伏伏 還是基金伏伏伏伏 肯定是基金 因為沽下沽下 有部份的基金本身不是看得這麼淡 他們也會出賣一份 因為那一分鐘大家都很相信 希臘、西班牙這些即將會爆 但其實在其他傳媒的節目上 我也表現了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一直都覺得 歐債是沒有那麼容易解決 但不會爆 因為事實上一爆 根本沒有人有好處 況且現在這一分鐘 我自己始終認為一個國家 就算你破產也好 怎樣也好 明天也是這個國家 後天也是這個國家 換句話來說 如果可以用一些行動去解決的話 這個問題始終都會解決得到 所謂的行動當然是注資 現在歐洲財長已經有新措施 令市場人士相信 歐債的問題不會去到這麼極端 更加不會解體 你看歐已經上了127、128 我自己覺得 美股的突破是時間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 現在的牛洪症分佈 直到今早為止 其實大部分市場人士 都認為市是會進一步向上行的 你看看牛仔 由這三百點加加萬賣 我用心算來看 都超過三千張 反為紅症很少 因為既然有些拯救行動 有些注資行動 有些新措施 市當然是進一步向上升的機會大些 好了 這裡有一個問題 大家買了這麼多牛證 那些發行商見市場沒有機會下 他們一定要增持 做對沖 所以這分鐘市場將會更加風頭火勢 至於港股的走勢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技術上由於行指已經升破了 幾早常用的平均移動線 包括10天、20天、50天、100天和250天線 換句話 整個市場再進一步處於玉市頂的格局 所說的頂暫時是8月9日20,038點 如果能夠公佈20,038點 下一個目標 我上一兩個星期已經提及了 就是5月7日遺漏下來的下降裂口 裂口底部是20,674點 裂口頂部是21,061點 當然知道 如果指數在第三季能夠公佈21,061的話 目標一定是2月20日21,760 謝謝郭Sir 跟進一下港股 今天是高開74點 是19,876點到開始 現在這一刻是升銀122點 19,923點 稍後回來繼續有郭Sir在身邊 待會兒 我們來回 cetане 我們先 dropping 感谢观看